第一大江军县,古北洪安,61人,洪安原名黄安,为了革命的胜利此地有,14万儿女奉献了生命,登记在册有名姓的劣势就有22552名。 1952年,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将黄安改名洪安,有开国上将王建安,陈锡连等6人,中江,王进山,秦机伟等11人,少将马忠泉,王成汉等44人。 第二大江军县,安徽金寨,59人,革命战争年代,全县先后有10万英雄儿女参军参战,绝大多数血洒江场,为国捐躯,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达1万多人,有上江洪学制一人,中江皮定军,藤绍山等8人,少将,丁世芳,古万科等50人。 第三大江军县,江西新国,54人,苏区时期,全县23万人,参军参战的就达8万多人,占青壮年的80,为国捐躯的有名有姓的,烈士就达23179名。 居全国各县烈士之首,有上江萧华,陈其涵两人,中江朱铭,邱惠作,等5人,少将马则盈,王平等47人。 第四大江军县,渡南平江,52人,为了共和国的诞生,平江20多万儿女壮烈牺牲。 登记在册的革命列十二,一万多人,有上江苏振华,钟祁光,顾秋韬三人,中江方强,方正平等11人,少将欧阳文,方正等38人。 第五大江军县,江西极安,46人,在革命战争年代,极安县是井冈山革命根,距地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看西南革命斗争的中心,被誉为,看水那边红一角,这里走出了于丘里,肖望东等46位开国江,军和岑山等180多位帝师及以上老红军。 有名有姓的烈士达1049人,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。 第六大江军县,江西永新,41人,在土地革命时期,永新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中央苏区创建时期的重要区域。 毛泽东曾说,汉永新一线,要比一国还重要,有中江王恩茂等四人,少将马归,王学卿等三十七人,第七大江军县,河南新县,四十人,和命战争时期,全县人口不足十万人,牺牲五,五万人。 有上江许世友一人,中江吴仙恩,张池明,范朝栗,郑维山四人,少将王大华,王财贵等三十五人,第八大江军县,五北大雾,三十六人。 大雾县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,厄与晚革命根据地的复兴地带,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,有大将徐海东一人,中江,周志坚,念凤志,成世才三人,少将方亦华,邓绍东等三十二人,第九大江军县,安徽路,卢安,三十四人。 有中江梁从学一人,少将王海清,王德贵等三十三人,第十大江军县,湖南柳阳,三十人,有上江,王震,李志明,杨勇,宋仁琼,唐,亮五人,中江孔石泉,唐平,张帆,张艺祥,饶子贱五人,少将石敬平,刘子齐等二十人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